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经济持续走低 在安倍经济学发射的三支箭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 乐山号市的中国贴心地送上了第四支箭 在中国人民不懈的努力下 日本终于沦陷了 日本媒体为中国人赴日赏英发明了个新词叫爆花剑 根据日语动词后制的语法习惯 爆花剑就是剑爆花 意思 你们好黄 而说到为什么中国游客都往日本跑 首先地理上离得近 其次日渊在贬值 哪里便宜去哪里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出境宗旨 另外日本签证也好签 即便你不懂日语 签证官问你 会不会逗留日本 有没有打算移民 你都可用熟悉的日语 来回答 而另外中国游客去日本干嘛 所谓碧玉庄城一树高 我去搞个电饭包 积善中期四海童 去到日本买马桶 春心莫贡花蒸发 日本国力看樱花 参拜玉西隐穷方 永州产权快买房 洛阳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已成吃汗 来自日本警方的消息表明 最近有三名赴日本旅游的中国公民 先后因为吃汗行为 被警方作为现行犯 加以逮捕 那这三人当中 有一个人是在某家商场的扶手电梯上 用手机偷偷地拍了日本女性的裙底 有一人在电车上 居然掀开了日本女性的裙子 还有一个人是在琳琅满目的性用品商店里触摸了日本女性的臀疯 无耻丢人 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就不会学两句韩语再去吗 这几个游客可能也觉得莫名其妙 岛国电影不都是这么演的吗 接下来不就应该 怎么就被抓了呢 你哭着对我说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她不可能是你的公主 也许我不会懂 从你看电影以后 你的动静 天气都热了 行行好吗 日本是一个法治严苛且礼仪规范的国家 你以为是在中国坐公交车啊 这才是真正的丢脸 另外有媒体说 去日本旅游本身就是丢脸 是不爱国 日本旅游这么活 你还好意思仇日吗 我的天哪 最烦就是这种动不动就把什么事情上升到爱国层面的人了 履个有吗 至于吗 再说了 我们对日本这个国家本身是没有反感的 我们反感的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军国主义势力 还有那些给小电影打马的不良势力 而说到谁 谁又惹事了 最近日本的恶势力又改教科书了吗 日本文部科学省周一公布了对2016年度初中教科书的审定结果 其中大部分首次显明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此外 首次有历史教科书未提及南京大屠杀 只提到日军曾经占领南京 其实我可能是可以理解日本这次修改教科书的行为的 因为这就是日本武士到精神的精髓 第一 不留念 忘记历史 第二 不顾及 瞎改 第三 不犹豫 说改就改 我要再加一条 第四 不要脸 改够了没有啊 日本小学生都被你搞乱了好吗 去年的历史教科书马上又不能用了好吗 而对于日本这种屡教不改犯了再犯的作风 我只能说一句话 你们要是再这样 我就不买朋友圈代购的日本商品了 不是说不拉仇恨吗 好啦 让日本又一自己折腾去吧 反正没人信他 接下来我们来促进一下中日友好聊聊动漫 中国动漫90周年纪念展正在北京举行 本次展览共展出了98个中国原创经典动漫人物的雕塑 看到这几个葫芦娃 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这是为清明节所特殊定制的吗 这画风看起来明明就是七个妖怪要袭击一个两家妇女好吗 另外 纵观整个动漫展你会发现 中国动漫就是一部动画版的动物世界 春天到了 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 这可能因为中国动漫就是给小朋友看的嘛 这跟日本动漫不一样 日本动漫成年人也喜欢看 但是下周开始你可能就看不了咯 近日 一份整治爆恐动漫第一批查处名单 4月16日下架的文章在网上疯传 其中 名侦探柯南 火影忍者 美少女战士 海贼王等多部受欢迎的动漫作品赫然在列 坦白讲 一些爆恐动漫确实有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不良的影响 但这也是可以避免的 在日本有分级制度 在中国有家长啊 来 看一部洗洋洋放松一下吧 我受到了惊吓 为什么赶我们走 你们暴力凶杀 无法无天 你们的黑猫警长呢 为什么赶我们走 你们为力仕途抢劫为乐 你们的大闹天宫呢 为什么赶我们走 你们虐待动物 教坏孩子 你们的葫芦娃呢 葫芦娃不是动物 但他们虐待蛇 接下来进入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星期亮大又不要钱的有点新闻 台湾女艺人李倩蓉登上阿帕奇直升机拍照 引发热议 阿帕奇是美国对台出售的武装直升机 属于军事机密 没想到被一个女艺人给爆了 把阿帕奇三个字倒过来即刻形容她的行为 奇葩 还是窃取机密 最近军报报道有人潜入军嫂的微信群 一打听部队的情况 这个卧底应该顺便掌握了很多美容资讯 打质信息和育儿经验 外国某机构发布了全球最堵城市排行榜 中国有十个城市上榜 其中重庆超越北京上海位列 十二成为中国首都 对此杭州 广州 武汉纷纷表示不服 据社科院殡葬绿皮书的数据 北京公募价格从四万到几十万不等钱一目难求 许多民众无奈跨省异地买目 三个字概括 这条新闻就是死远点 据媒体报道 著名的湖北黄冈中学已经多年未出高考状元 也多年未拿到国际奥赛奖牌 唉 出状元吧 你说人家硬是 不出状元吧 又嘲笑人家硬是没优势 大家也都是蛮势力的嘛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又来了 最后我要宣布一下黑东东大赛的进程 据编导说 这个比赛激发了无数粉丝的热情 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些粉丝的留言 来看一下 我这也没有看过 这位网友叫张宜钻 他说 东东 我是你忠实的粉丝 从又来了第一期看到现在 微信发给你 你都不理我 难道我成了狗不理了吗 谁是狗 还有下面这个非诚无饶 他就说 东东 我觉得你的节目很高大上 不是 很大上 至于高吗 你真的不高 等一下 还有一位网友 这个网友名字是乱码 他是说 你看这才是真正的好粉丝好吗 他说你们不要再黑东东了 他本来就很黑 其他还没有入选的朋友 你们再接再厉吧 欢迎关注本人微博 游志东 Anson 以及扫描旁边这个巨大无比的 欧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另外要想第一时间了解节目的更新情况 可以下载凤凰视频客户端搜索 又来了节目专卷 然后点击收藏就可以了 下期节目我们下周二不见不散 请由于 restaurants 词 期术 一不见不散 再次回来 你要处理 第二阶段 不见不散 对 不见不散 我们不散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开始 咱们